過了 另外一邊的隊友來 好 這邊一個高點 三打二 那你看陶瓦有沒有開開叫 沒有 高點站著 駱駝在這邊抖動 好 四打二 好 但是隊友來了 哇 這一場我也沒看過 很爽喔 好 這邊大家都來了 但是這個高點不列顛 我覺得佔優 後面還有 塞拉聖 但是這個是滴滴 先收掉這一波 好 右的小弓非常多 但是這個 駱駝是經不起射的 好 根吉這裡已經被包夾了 這邊沒有兵 但是這裡也很多 瑪雅要操控 要走上來 走上來 這裡沒有投石車 走到高麗 好 這邊我認為要走到高麗 好 紫色也來了 好 立陶宛的騎士也來了 好 雙防都已經拉上來囉 好 雙防二加二 攻擊也是十加二 好 這邊打的冰場 好 大家 哈囉 各位觀眾朋友 大家好 我是維恩 那剛剛給大家看了 一小段我過去轉播的影片 不知道大家感覺如何 沒錯 我們的世異帝國回來了 那 對我來說 世異帝國是陪伴著我20年來的 這個經典戰略遊戲 即時戰略遊戲 那今年台灣微軟 正式宣佈在 臺灣舉辦這個世紀爭霸賽 也就是我們的電競賽事 那這一次的比賽的獎金 有高額的 比如說 第一名有10萬塊的獎金 第二名 第三名有這個電競筆電 然後其他的還有一些周邊的商品 獎品 等著大家來領取 那除此之外 還有很熱門的地圖 給大家來比賽 來經驗 然後賽制是比照這個 定級的國際賽事 每一場 包含海選都有裁判 陪著大家一起經歷這一次的電競賽事 還有這個Bandpick的系統 也是參照於國外 那我覺得整體來說是 非常非常難能可貴的一次經驗 也感謝台灣的微軟 給我們一次機會 好好的在舞台上 發揚廣大 發揚廣大自己的打法 那我會在影片的下方 做上連結 給大家去做一個參考 如果大家有任何問題的話 也歡迎到我的頻道的Discord裡面 來詢問我關於比賽的所有事項 我很願意告訴大家 那最後 我想感謝所有的支持者 頻道四個月 訂閱已經 滿這個5000訂閱了 再次感謝大家 那在這裡 我希望 大家可以把握測試機會 給這個世紀帝國 一個很好的回饋 然後也感謝大家的支持 那預祝大家遊戲愉快 我是瑋恩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祝你